美国后院又起火!为了一个女人,百名将军竟联首相特朗普发难。 作者 图片来自网络。 最近美军在中东表现活跃,先是用战斧飞弹轰炸了叙利亚,动武后还不满足又派遣杜鲁能航母打击群常驻地中海,继续威胁阿萨的政权。 别看美国在外面搞得人磨狗样,近日却获起肖强,一百多名将军联合否决提名向总统说不,特朗普面临一大压力。 4月24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,当地时间23日,美国109名退役将官在法院新闻发表联名信呼吁参议院,不要通过对中情局后任局长吉纳哈斯佩尔的提名。 原因很简单,哈斯佩尔涉嫌在逮捕审讯恐怖分子时,参与于实施、监督和指挥用刑,侮辱囚犯或催相关证据等罪过,显然这侵犯了人权。 众所周知,今年3月13日蒂勒森被解除国务卿一职,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皆认为新任国务卿,而空出来的CIA局长一职,特朗普提名的事副局长哈斯佩尔。 在看反对这一提名的百名将官,他们涵盖了美国的五大军种,包括陆海空三军,及海军陆战队,海岸警卫队。 前美军参谱长连席会议主席,前海军陆战队总司令,前美军驻欧洲部队总司令等重量级人物均在其中并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虽然被自己反对已成常态,但这次众多高级军官一起发难,想必特朗普也是头大。 1985年加入中情局的哈斯佩尔有著丰富的海外工作经历,其曾担任数个海外工作站负责人,成绩显著多次被政府表扬,堪称资深特工。 但他却被政界人士诟病,最受争议的是他曾残忍地虐待犯人。 所以此次百名将官没放过他,直言,一个可能深度参与虐求的人获得提拔,并占据美国情报系统领导位置,让我们深感担忧。 而哈斯佩尔是否有过虐待拷打罪犯的行为,要想弄清这一问题就要追溯到十几年前。 2002年美国中情局在泰国设立首个海外监狱,任命哈斯佩尔全权负责该监狱。 前一年美国刚发生了震惊全球的911孔席,全美人心惶惶反恐形势严峻CIA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,泰国监狱进行了猫眼行动,审讯逮捕的基地组织成员。 后来有媒体爆出,哈斯佩尔指挥参与了虐求事件,包括剥夺犯人睡眠,用水刑等暴力手段强迫犯人开口。 该监狱的酷刑拷问持续了三年,而且一直有录像记录,攻击哈斯佩尔的甚至有欧洲人。 2017年6月,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向德国政府发声请求,希望针对哈斯佩尔对恐怖嫌犯用刑案签发逮捕证。 他们表示9.11嫌犯阿布祖败达,在泰国秘密监狱遭受了83次严刑拷打,时任战长哈斯佩尔自然是元凶。 2005年,CIA再次触犯重怒,削过去的虐求录像。 毫无疑问这再次将哈斯佩尔推向舆论浪头。 不过最近中情局解密的一份被忘录表示,哈斯佩尔当时被调回了总部,按照上级的指示销证据。 显然这是特朗普政府在保护哈斯佩尔。 特朗普一直对哈斯佩尔厚爱有加,2017年2月初不顾争议将其提拔为中情局副局长。 最近又公开表示,在其与蓬佩奥合作的一年多中,为美国做出了贡献。 还称,首位女性担任中情局局长是历史性李承碑。 但此次提名哈斯佩尔转正,却受到了巨大的阻力。 因为除去这些退役将官外,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也公开反对哈斯佩尔出任中情局长。 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将失去参议院多数票的支持。 这下特朗普再怎么折腾偏爱,提名通过不了哈斯佩尔也无法转正,其里程碑式的首位女中情局长也只能尴尬收场了。